21年来长期关注贫穷世袭家庭孩子教育问题的李嘉宏校长 他创立了博佑基金会 希望用教育的方式把功课落后的孩子拉拔起来 自己的能力去找到好的工作 改善他们的家庭 在博佑科普班里面呢 每天每天有3000多个孩子 他们在周一到周五学校放学后 就来到我们的科普班来学习 那科普班就很像这些孩子的第二个家 家义中心它是从103年9月 在阿里山巷三美村 开始做教师的培训 还有试办客服 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距离很远 从山上到山下 一趟路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家长常常回到家以后 都已经是晚上六七点了 因为家长的职业 家庭结构经济还有资源部族等 衍生出了孩童的照顾行为 科业等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博佑最关注的 博佑长期在偏乡培训社区或部落的人成为素人老师 我们主要是想要生根在地的力量 如果当他的能力培养起来以后 有一天博佑离开了 他们就有能力去照顾陪伴这群孩子成长 老师也可以以他们的自身的经验去影响学生的家长 或者是社区或部落的人让大家逐渐都有同村教养的观念 在这样的家庭的孩子 其实他们没有办法靠他们自己个别的家庭或是家长的能力 去改善他们的状况 所以我们需要社会上的爱心善心人士一起来帮助他们 大志士大希望回家 耶 我来自身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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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身的经验